遇到正直 巾峰器的戴茨尹 李美妙 真的很闹心 不是说好的 只是进攻大师吗 打防守 也这么这么犀利 上来就轻松一波13比2 直接把泰国二姐打得很丧气 比赛差不多只用了四分多钟而已 基本上就能提前判断胜负 那你要不是一定 对 所以 作为中为进攻型选手的李美妙选手 每次遇到戴隆尹 或许是他落入的开始 我看见它需要很多 不许多的 这样 厉害的 没有 最大型的准备的准备 在女生选手 是为了 为了弄体凸击打法的选手 如果自己最强势的一把刺球 被小戴封死的话 打赛基本就没有太多反抗局愿地 最说对阵其他选手他总能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 稳固的突击进攻来获得进攻优势 但他的进攻相比泰国异简 因达能 世界冠军 马林 这些顶流进攻大师来说 又差了一个档子 Eleven at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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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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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3,1,2,3,2,4,3,3,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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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2,0. 好看 好看 我可以修理一下 我可以修理一下 好看 再加上李美妙的防守步伐 也并不太稳健的步伐 一旦比赛 比以费重时刻 他也如同代货那样 出现神经刀倒 十五发挥 这样就更加影响 他的比赛心态 他需要担心 好好看 shocking utilize 回首 4 3 在桌上上的位置 在桌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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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方向桌上的位置 昨天我们看到 Somi-O-Kohar和Lini Kaersfield 那 Kaersfield 需要这种 所以,与戴斯颖的四次交手 他基本上都是被直落二红草出局 只有一次,也就是2020年 年终总决赛,小组赛时 他趁着戴斯颖,没熟悉场地的情形下 实现了一次光速扔车 而今年的苏迪曼杯的日台交战 他也曾突破另一名 杯子女单选手山口欠的防线 实现惊艳暴走营球 单作为仅次于最顶流的那几位选手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 在19年的职业生涯里 他至少40次杀入了4强 7次亚军 9度金牌冠军 让他轻松站稳 女单一流选手队列 再加上 已慢慢步入职业最黄金年龄段的他 若再能厌旧属于自己的杀手锏 或犀利武器的话 蜕变机身最顶流选手队列 也并非不可能 所以,这次施锦赛的八强席争夺战 能与他一较长短 奔出胜负高地 也是戴茨颖魔力自己比赛状态的最好时机 就像大家所看到这一次的全英赛之旅大雅 戴茨颖正是通过李美妙这一关打破 获得强大的比赛自信 还有火辣无比的竞技状态 最终,霸气拿下了2020年全英赛的冠军 就会 我不知道,这一次市井赛的相遇 这位负期而遇的无形对手 能不能放途戴茨颖的原本世界冠军 20 20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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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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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